Hello 黃師傅 其實我也是黃順良 我們是同一家 我們是同一家 不如我先問問你爸爸的事 其實當初黃順良師傅 為什麼會跟義文宗師何詠春 其實我爸爸 小時候他已經很喜歡武術 那時候 我們說是五、六、五十年代 那時候香港我們說是一個小武林 因為很多 很多南方出名的宗師 一些師傅 都來了香港 那當時呢 我爸爸的背景 因為我爸爸家裡 他們有幾九兄弟姊妹 那我爸爸其實排第二 因為我大伯 就很早已經不在那裡了 變成我們說大兒子 爺爺、阿嬤都很疼他 所以那時候 爺爺就很贊成他學功夫 但是呢 就想他呢 既然出去我 不如回去自己人 那時候呢 我有一個 我叫叔公的 他那時候就在廣州 那他有一段時間 就來到了香港 那時候都是 間歇性地來香港 住一段時間 那時候我叔公呢 就懂得太極的 所以那時候呢 我爸爸呢 就跟著我叔公 學了一段時間的太極 那但是可能呢 你知道呢 小時候呢 又喜歡 好動啊 那可能他會覺得 太極 我以為他要職責慢一點 那那時候他又 後來出去了 又學了一些 西洋拳 那那 為什麼他會學泳春呢 其實當時呢 我們是一個 認識的 好像有一點點 叫做 遠堂親戚 那樣的 那他當時是跟著文工呢 是學著泳春 那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他就 我爸爸也都在外面 看見一些人呢 大家試手 因為當時大家在練功夫 那他大家都想知道 咦我練一些東西 行不行啊 那大家會相約 咦你練什麼功夫的 不如大家試一下吧 同學間都是這樣 那變得很流行 大家一種 必定是比目的 但可能會大家一種比試 那我見過 就是那些人玩過功夫 他覺得 這枚功夫挺特別啊 所以那時候 經過了一位 就是 都認識的了 就是長大了 我叫他 那時候 介紹了他 上去 文工那裡學師的 那當年呢 他其實上去 已經是準備拜師的了 那可能很多人 都聽過一個故事 就是那時候 電影 熱物易 都有說過 他上去學的時候 就 試手的 就是我們說 咦不是踢館啊 那其實他就不是的 不過因為我爸爸的人呢 就很有趣 他很喜歡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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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國派的功夫 所以在上去的時候 他就說 嗯 我想試一下 我不知道這些東西 可以不可以 那 那文工呢 很有趣 他又叫了一個學生 同學 那當時來講 應該是年二十八來的 即是我們是過年前的 那那個 那那個 學生聽聞 都不是玩了很久 那跟我爸爸玩 那 那我爸爸 你知道他 他未必功夫很厲害 但他很喜歡打架 那所以那時候呢 就 玩了一陣 那 就是 可能將他打到地 那跟著 文工就說 好 再找一個 這個適合好新的 找一個再試一試 那 又找了另一個 我們叫師伯呢 那我就叫 那跟他試 那也都是情報 又一樣 又是 玩了一陣 就將他打到地 那 那好了 那文工這次呢 就說 咦不如這樣我和你試試 那聽回那時候呢 就說 他就說文工呢 那些手呢 是很厲害的 那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爸爸那時候 都是學過西洋拳 那打率都是類似這樣的模式 他出每一拳呢 文工呢 都是將他的手封著 其實我叫他 很瀟灑的那些手呢 其實好像 咦你打得很辛苦 是完全不需要用力的 你一步一步呢 他封了他牠到牠 到最後呢 他就將他的雙手按住了 那他一拳 放在他的頭面前 那但是就不打他 那就是說 其實他的技術是很高的